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美锦说得太好了 谢谢 你为什么觉得他说得好 就说得好 我现在就想听 哪好 哪都好 李老师 行 那我挑个话头 这个最近我注意到 就是很多人就要问他 就是这个重庆电梯的这个女孩 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哎呦 这是你最近都不在中国了吗 不关心时事的 在重庆电梯里啊 有一个很小 那小男孩才多大 一岁多一点 这个电梯啊 他奶奶出去了 小男孩没出去 这电梯在里边 不是没出去 是他给抢出去的 他是这样 我们一般进电梯 不是推着婴儿车吗 推进去吗 然后等电梯开了 他这么拉出来 他就在拉出来的时候 门要关的时候 那女孩从这个车里 把这男孩拿出去 对 就等于这个电梯里 只有这个十岁的女孩 和这个婴儿车里的 这女孩是主动给他弄出来 然后这女孩就打这个小男孩 对 然后后来就抱到 25楼抱到自己家里 多大的小男孩 一岁多 一岁多 所以现在这小男孩还在医院呢 就这么多 就非常伤得非常严重了 就是生命垂危也都 然后最后从25楼上掉下来了 掉下来呢 这个事吧 就很难说 我知道的是12月20号 最新的这个消息 这个小女孩的父亲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骂 就说甚至这个 他妈妈带着这个女孩 就搬到新疆 他们就说 你这不是逃避问题吗 对吗 但是当然公安这边来讲 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也不能怎么着 但是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就呼吁 说就有个 我呼吁他调查清楚 调查什么调查清楚 这个 其实现在我看到一些信息 我已经对他有了 进一步的一个判断 这个案件 他我认为他伤害的是 我们人类的基本情感 一个完全无能无助的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然后居然被一个 10岁左右的女孩来伤害 因为我们知道女性 她是有母性的 母性是天性的 所以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我想无论是大人小人小孩 都是感到很意外 而且我们最受不了的是 这种情感上的伤害 就是怎么能容忍 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他就难得难在哪呢 就这个孩子 他不能简单的 把他抓起来 因为他不到 这个责任年龄 就我们14周岁 是最低点 他不到 不到的话呢 你这个不能作为 一个刑事案件 可是呢 他又伤害的结果 是一个刑事 所以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我们社会 好像不知道怎么反应 所以我当时就呼吁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哪怕不 我们可以 我们按照法律 是不能抓他 也不能判他 甚至不能用社会的刑法 来处罚他 但是这个事件 要调查清楚 就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我们只停留在他父母 对他的一个回答上 你看他现在的这个道歉信 说啊 说我是李某某 那天我不该打小弟弟 在家里跟小弟弟玩耍的时候 狗狗叫了 小弟弟掉下去了 让叔叔阿姨伤心了 请叔叔阿姨原谅 结果就受害者那一方 完全不能接受嘛 就是甚至 你听这些事 你头一回听说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 没有进入媒体 我相信会很多 比方你刚才说 女的有母性 我小时候的经验 文革当中 斗人打人攻击人 女的特别厉害 女红卫兵 特别厉害 拿着皮带打老师的 男的固人也野蛮 但很多野蛮事件 主角是女孩子 这就符合佛罗伊德的观点 就是人早期 他实现更接受 就接近动物的一种本能 不过这个孩子 后来我现在对他的一个 我还是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案件 应该调查清楚 因为你不明白 他为什么 就好比一个病人 拉到医院一样 他得了重病 然后我没来得及救他 这个病人就没了 没了我们就把他 不管了 那么还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你怎么防止人 不得这个病 怎么如果来了 能及时抢救 所以一个危险行为发生 我认为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我们社会应该把它调查清楚 我记得美国当时有一个 那个福尼亚理工大学的赵承熙的案件 对 这个人现场自杀了 可是美国还成立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 把这案件怎么样的情况 一二三四全部说明 所以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从我专业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机会接触这孩子 我看到一些消息 然后看到一些材料 我不知道我这判断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这专业只能根据 就您刚刚说的浪花来判断一些问题 我认为这个孩子 他的反应是比较异常 就是绝大多数应该不这样 那么他这个反应 他母亲讲到一个信息 再加上他后边有一个表现 什么信息呢 母亲说他曾经头部受过重伤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当时他这个孩子的 圆圆的奶奶 从这个楼上下来去找 找到这孩子以后 这女孩就在旁边 说他面无表情站在那里 这两个信息让我感受到 就是我感觉到 他可能会有严重的脑部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研究犯罪当中 有一类叫癫痫 癫痫发作的时候呢 他有两种 一种是土白墨抽洋角风 还有一种就是暴力行为 攻击 所以癫痫性的发作呢 它是间接性的 然后再结合这女孩说我一句话 他说他想我扮鬼脸 这三个点我就像这三个点串起来 如果这孩子要真是这个问题 他妈妈现在还是不了解 不带他 就是不做这个心理评估 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 不对他进行治疗 那这孩子后面还会有类似的 非常可怕的危险行为 也就是说他一旦发作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什么 很可怕 您说 我要问您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说小孩子 他好像不可能攻击人 但是呢像我们小的时候 经常都会折磨小动物 你看他也是表现出一种残忍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以很残忍的 对 那么这种啊 施加于一个小动物的这种心理 和可能会施加于人的 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因为人和动物还是不一样 因为我讲过 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早年就是他人的身体 就是我的快乐 如果他有这个感受的话 人自然会有情感反应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忍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的 那就是至少抚养当中是有问题的 动物它有一什么特点呢 动物它有好奇 就是你孩子对这个动物是好奇 比如我小时候也蹲在那里看蚂蚁爬 然后我会把那个水弄上 然后把土挡上 然后甚至拿根棍储上 然后当然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 有把蚂蚂穿根线的 也有这样的 但是他仍然会觉得 这只是一个这个动物 因为它像个玩具这么大小 对 我们小时候还解剖青蛙 对对对 它这是一个动物 但是对人来讲 如果一个人只要他成长过程当中 是正常的 他是下不去手的 小孩子打人太多了 打人是可以 但是他打陌生 没有一天不发生小孩打小孩 我们小时候的弄堂经验 主要就是怎么打和被打 对 差不多到13岁前后 其实人的成长过程 就是人类的一个成长过程 你看人类早期的打仗 对吧 你打我 我打你 抢这块地 抢你的女人 就是这样吗 然后人类到最后进入到中年期 然后慢慢理性 然后桌子上面握握手 下面踹一脚 对吧 所以到成年他才那样 这您倒说的是 因为早年 但是这个孩子 他是无法用这个 刚才说的本能这个来表达的 他是比较特殊 今天在都市层面 我观察小孩打家好多了 少的多了 不是没有 但这个跟打家不太一样 就你说的那个情况 这孩子有问题 而且您说的打家特别重要 我认为那是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人要经历过打家 他到成年 他就不会特别有暴力性 对 是吗 对 这是必要的暴力 对 如果一个人早年 他老被教成乖乖 乖乖孩子 很老实 他其实会有情绪的 但是他没有机会跟人家拳脚相向 他没有那种甩开膀子干一仗 摔一脚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对你的愤怒 他从身体上表达不出来 他身体表达不出来以后 他就全回到心里去了 于是他就会积攒仇恨 所以那些变态的搞爆炸的 基本都是这种人 他从小跟人打过架的 他绝对不去搞爆炸 就是说适度的这种暴力 孩子的这种像游戏一样的 这种打打闹闹 其实还是必要的 所以你看那小猫小狗 小狮子 他们不是也都这样吗 对 对 你说这适度的动物性 适度动物性 沙特曾经写他小时候 他说每天同样的节目 只要转过街角 看到另外一帮孩子走过来 放下书包就打 没有任何理由 打完了大家分头上学 是 你去看那个路易马鲁 一个电影叫再见童年 他贯穿这个细节 就是小孩打 都是蛮好的小孩 好人家的小孩 大人在那讲话 两小孩就打 打一会儿 大人说走了 就走了 你这么说呢 我倒觉得像我们小学的时候 有点野生疯长的 这么到健康 而且显得就是扛躁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 他皮是 对 但是也有打重的 比如说其中一个孩子 他把那个孩子眼睛给伤了 把人家皮又弄破了 然后呢 妈妈爸爸揪着他耳朵 然后揍一顿 然后刚下都不许这样 他就知道了 下次别把人打伤 但是把他骑在这儿 还有他们一些方法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 我们社会变化以后 这个阶段 我觉得现在尤其城市化的孩子 越来越缺少了 这是有意思 因为我师父 我们那个工厂里的记忆 我们家因为撒儿子 整天我就记得 你肯定把脑袋打破 脑袋打破呢 然后到晚吃晚饭的时候 另一家的家长就领着孩子 孩子头上裹着绷带 就到我们家来 然后我爸一看二话不说 啪 就打 就是都有这种 现在的孩子其实反倒 你是这样 你可能赶上最后一代 还是属于草狗 现在孩子全是家畜 草狗就是草狗 外面草狗 就草鸡 草狗 什么 在草地上跑的 现在是家畜 全部是家畜 对 圈养 圈养 所以你看他那个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学者 研究不同国家的幼儿园 就发现在日本吧 这个孩子打架呀 很少告状 然后呢 他们打嘛 老师也不劝 如果打到有一方 那什么哭了吧 老师就过来 抓起来以后干嘛呢 两边都站立 然后互相鞠个躬 道歉 完事 不说谁对谁错 就鼓励他们互相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小的 这种摩擦 所以我们老说乖 乖 乖 这乖 他也有可能是 压抑人性的 是吧 是 因为我觉得 现在我们很多人 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没有这个经历 没有这个经历呢 就是他功夫 都用在学习上了 就会出现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像复旦投毒的 那种情况 他玩阴的 对 他玩阴的 真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性 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说这个玩阴的 我觉得这个电梯里的这个孩子 他就是很阴 因为你看 他是等着大忍蹭 你出了电梯 啪 电梯关上 就剩他跟这个一岁小孩 然后他开始虐待 对吧 这些就 而且呢 这个 你刚才讲 就说他头部受伤 我在报道里也看到 还有人反映说他头部受伤之后 这个女孩这个性情啊 确实有改变 对 就是我们以前曾在广东 有这么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 可能他说的 你还知道 张有天好像叫 张有天 他曾经是什么呢 就是在房间里 两人一块看电视 因为看电视 发生争吵 把同屋那人弄死了 弄死以后 就塞在床底下 然后住了几天 他就走了 他当时也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骑摩托车 曾经受过伤 受伤以后 他性情大变 就是癫痫这类的问题 他往往是有一个伤 但是这个伤呢 有时候我们 没有看到 他的内在的变化 然后呢 他实际上就有一个 什么问题呢 当他出现 这个病情的时候 他的表现不是抽搐 而是暴力 所以这种人的发案 是非常的快速 然后呢 他没有自我保护性行为 木然 就是他没有情感表现 因为他在病的状态下 所以这种人 是需要药物的 甚至需要隔离的 他就需要治疗的 为什么我说这孩子应该评估呢 就是他真的有罪 我们要把这个罪的原因找出来是谁 比如教育不得当 你家庭的问题 对吧 我们去找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他家庭的虽然也有一些搬迁 有一些什么 但他父亲呢 还是比较温和的 母亲呢 是有点急 但是夫妻感情还是正常的 所以呢 不足以造成这个孩子这么异常 所以我个人的对他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孩子应该是有这个问题 他又这么小 刚十多岁 又有过这样的伤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案件呢 就是应该把它调查一下 做一个心理评估 然后这孩子真的是病 赶快要治病 否则他今后会不会再去发生另外一起案件 伤害别人 所以这才是关键 我觉得我们不能以 光是以处罚来解决一个问题 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预防 要减少这样的危害 这个现在他们就说 就中国实际是有点简单粗暴 就是说咱就画一个14岁 对吧 他们讲什么呢 叫14岁以前就犯罪 14岁以前基本不管 14岁以后基本严惩 就是说他后来我看了一些 这是一个错位 因为你说的都是一个 咱们叫先进国家 就是充分现代化的国家 你说的是文明国家的一个概念 是 就是中国现在错位 就是他一方面都市化也好 各方面硬件 他似乎觉得已经进入现代社会 但中国的人群 集体生活这些 其实还在一个前现代社会 是 所以事情都会有 先进国家也发生各种事情 但是事后的一个 补救 补救也好 或者在传播上让大家注意这些 甚至变成一个机制 这就远远跟不上 是 我们真是就谈不到 就我们的现代化速度 和我们的人群的现代化 这根本跟不上 你像我看了一些这个香港的 好像外国的 他这种青少年犯罪 香港这个年龄 好像就行事的年龄比咱们还低 好像是12岁 好像还是 是这样 他不同国家不一样 但是他法律上 他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英国像苏格兰 他就是7岁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不是刑事的起点 它是一个法律的起点 但是他法律的起点 就是说我们在刑法和法律 它区别在哪呢 刑法就是刑事处罚 它相对比较重了 比如说我们那些判刑 什么这个长期或者无期 那么还有一种的法律是属于 他有其他的相对未成年的一套法律规定 就是这个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出问题以后 他怎么办 他其中包括那个像 这个被害家庭道歉 甚至给被害家人家人去做点什么事 是 补偿 然后还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说责令他的父母去上家长学校 或者说这个孩子呢 要被就是改换监护人 他有这样一系列的 就是法律的处理 对 他是很细腻的 就是说我虽然没判你行 但是我这要干预社区 赶化院 他对这个少年他要采取措施 他有法律的规定 这个法律规定 他从七岁就开始介入 而不像我们是没有办法 就是他这个介入是属于 他有程序法配套 我们现在是没有程序法 程序只有刑法 所以那就不能逮捕的话 你就不能作为一个案件 所以他没法作案 没法作个案件 那怎么干预 他没法干预 没有规定 你又不能治安处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对于未成年人的 这个立法方面的 中国的缺陷 就是您刚讲 我们现在这社会 还不是太 就是有社会发展太快 有很多东西没有跟上 而且我看到 这个国外的一些研究 就表示比如说 如果这个孩子 真是大脑里边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用药 就提前用药治疗 可以减少他 百分之三四十的 这个法案率 就以后再犯罪的 这个概率 而且像他这种 如果真的是这种 癫痫性的造狂 导致的这种 但我们不知道造狂 就是说癫痫性的导致 还是攻击 真的是很可怕的 这种犯罪 他的这个不是要犯 就这种行为的暴力行为 是非常恐怖的 他曾经 我以前见到的案件 就是说这个 他跟人下棋 人家是 因为他那个棋走错了 他去毁棋 然后人家就不让他毁 就因为这急了 掀开桌子以后 就开始攻击 大家知道他有病 撒下就跑 然后他 那就说当时是个 抽风的状态 对 然后他就 他就跑完以后 他就急了 然后他朝一把火 就开始点房子 因为他就 他那个气没出去 点完以后 里边就跑了一小孩 他就把这孩子 抓起来以后 就扔回去了 非常可怕 然后等他做完以后 你就在那站着 然后他这事 就跟没事人一样 所以这种人 他的攻击行为 他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就是 只要他有一次病 我们确定是这病 这个人就得监控了 不能这样 就是说没事 不是一个道歉的问题了 而且有的时候 我看那个艺术史上 好多艺术家 最后都被归结为 他的癫痫 癫痫促进了他的创作 什么抽风 你们就是抽风 有有有 我不知道中国古典社会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要特别 接近先进国家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从前我相信 又不是这样 因为从前的这个中法社会 也是家庭家族邻里 这个关系 他会适度缓解这种 就突发的暴力冲突这些 在中国古代 可能没有那么 我觉得可能要 跟现在比较起来 他的环境 生活环境 不像现在这么艰难 我觉得现在 中国人的压力挺大 第一人口这么多 第二就是生活的 这个很多贫困家庭 他整个的这个过程 是非常艰辛的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 受伤的机会又特别多 你比如交通 我们现在每年交通 造成的事故 这个死亡都不说了 光残疾的就多少人 所以这些受伤的 像有的是看得见 缺胳膊缺腿的 但脑子里的伤害呢 有时候你看不见 所以它就会导致 这个人出现一些异常 所以还是跟这个 就是居住文明的变化有关 过去中国是村落的 就是城市其实也很小 所以他们学者说 那叫熟人社会 家族社会 所以每个村子 都有一个傻子 都有一个疯子 都有一个比方说 大家怕他 或者管着他的人 那现在不一样 这多少数万数万的人群 投入到城市里面 健康邻居已经失去了 都是公寓 可是只要有人的地方 而且密度又那么高 他一定会有病人 有疯的 有癫痫这些人 就会某一天 就会发生电梯里 这种事情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是陌生人 但是又如此紧密 在一起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李老师聊到 第四帝国崛起了呢 对 是从哪来的呢 我是在想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社会 因为发展很快 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楼房 盖的时候 十年前到现在 十年 你会发现没有车库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思维 连提前十年的思维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包括这也是 我觉得也是我们学者的一个职责 也就是说你不要太关注眼前 你应该关注更远的东西 我就说第四帝国的崛起 当时是我在九十年代看的一本书 我也是当时翻腾当中看到这个 里头有一个印象非常深 他讲的就是二十大战期间 这个德国人在打得最强盛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边苏联 那边非洲 然后亚洲 这个几头并进的时候 有一个德国的经济学家 他当时有个断言 他说蛇不能吞向 这种打法 德国早晚战败 而且战败一定很惨 所以他当时就一个想法 就如果德国战败 那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恢复经济 怎么恢复 所以你这边打得虽然很强盛 看着很强大 他干嘛呢 他去研究德国战败之后 经济如何复苏 他跑到山上找了几个学者 一个小沙龙 天天在研究哪些方案 后来等到结果真的如此 然后当这个苏军和盟军 同时进入到这个战败的柏林 然后把德国一分为二 一边靠近苏联 东德 一边是大家都知道了西德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他就讲 当时战争后什么都没有 食物毛毯什么都没有 天气很寒冷 苏联很近 从陆地上就运过来了 可是盟军这边就走了 这个两边 这个大西洋太平洋跨着 所以后来呢 这个打仗的司令员说 我打仗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有人说 你去找一找这个 他叫艾哈德教授 好像艾哈德教授 只有这个教授拿出一个方案 你就照这做吧 大家看到德国在短短的几十年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 需要什么样的学者 我们需要 真的需要一批人 做下来潜心研究 中国怎么样发展 十年 二十年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起始录 说不定都研究好了 对对对 好像 我认为一批人 我试试 就是 他们 到 我试试